地铁八号线 今天中午出去吃饭 今天礼拜三我的车现行 然后又是招行的五折的活动 所以说礼拜三在外面吃就很划算了 坐地铁过去 看一下买票多少钱啊 很久没买票了 线路选择 你看这个整的总的线路啊 现在应该有十几条线了 原来十七号线都有 我们是八号线 我现在在动物公园 我们是往这边走啊 应该是到哪里 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万连路 万连路五站路啊 三块钱 两张 小孩是免费的 在中国小孩坐地铁是免费的 车厂里面人还是比较少的 高大上的万象城 现在商场平时确实都没什么人啊 应该从那边上电梯啊 这边的餐饮还是看着挺高大上的 泰香米 泰国餐厅 当然回到国内就不用去吃泰国餐厅了 胖哥凉 肉蟹炒 贵州酸汤 港炉烧鹅 韩国料理 我这个日本寿司 虽然这里还有越南米粉啊 听说这个在美国加拿大是遍地开花啊 但在中国确实很少见越南米粉 这边有个真冰华冰茶 它是牵着爸爸的 今天过来吃印度菜 香料客 这边是它的菜 马沙拉茶 装修的很漂亮啊 还是第一次遇到那个过了中午的饭点居然关门了 它这个就是中午吃饭 然后晚上五点钟之后才重新开业 现在已经关门了 并且老板还是印度人啊 刚才那个印度人出来招呼一下 老板 老板居然还是印度人 用餐时间五点钟 只有另外早吃的了 最后来吃广东菜啊 庞公小竹 小巨 小巨啊 庞公小竹 我看见你了爸爸 这边上了一个芥末虾球 它的菜都比较精致啊 当然价格也比较贵 幸好今天有个五折活动 刚才吃的那个天鹅酥也不错啊 以前居然在广东都没吃到过 味道不错 味道不错 送了一个羊汁干物啊 因为他们今天是新师傅 上菜上的特别嘛 所以他就送了一个这个 终于又上了一个干草流河了 看着那个牛肉还是很大片 我再配上广式辣酱啊 加蒜蓉的辣酱不辣了 咖喱牛腩 五豆烧牛肉 总共本来消费208哈 但是用了五折卷以后就是108 所以今天中午吃的那个 广式餐厅 他还在卖月饼 晚上又到这家牛肉馆啊 正合鲜 朝上牛肉 吃牛肉火锅 菜都上齐了 点到五盘肉 五盘牛肉 两类颜色色的啊 都是胭脂红 胭脂红 牛肉 对啦 点到一个牛肉 以前每次中午来吃啊 都没什么人 但是晚上 我们都是在跟别人拼桌啊 单独的桌子都没有了 今天啊 我爸就吃朝餐牛肉火锅的 全是年轻火锅 这就是今天的消费啊 总共消费239了 但是因为买了招行的券 所以说总共用了139 这一顿朝上牛肉火锅正合鲜哈 正合鲜啊 这一家是在凯德天府庄场 这里也有真冰溜冰厂 实际上现在参加招行周三五周活动的 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大商场 我觉得主要还是商场太多了 大量过剩 所以说他楼上的租金应该很便宜 所以这些商家才 有那个本钱来参加五周的活动 你看那种沿街有店面的 这种餐饮店 就很难来参加这五周 现在晚上大概七八点钟啊 所以像这些大型豪华的商场 基本上能为市民晚上散布的地方 其实人不多啊 早上起来排队买那个凉拌废片 夫妻废片 像这种沿街的店面就不一样了 25块钱团,25块钱多 这是谁想提早 这个就 这个好钱呢 2000多块钱 2000多 这些店就是从来不降价了 只会涨价不会降价 以前吃一个什么麻辣烫 可能两个人20-30块钱就搞定了 现在跟吃火锅一样了 两个人要吃100多块钱都吃不饱 看一下现在的价格是1份30 这个是一斤的价格 牛豆122 废片114 哇塞 你看这价格都是改动过的 越搞越贵了 这就是35块钱的 这上都是调料 真正食物性的肉并不多 这就在成都 跟其他地方可能就是越是local的食物越便宜 像泰国你吃泰餐就便宜 你要吃其他的国家的那种 比如说中餐就特别贵 但是在成都刚好相反 你如果是吃那种越local的东西 像麻辣烫火锅就非常贵 像我幸好不喜欢吃麻辣味的 我平时都喜欢吃点 比如说潮汕牛肉啊 粤菜啊 什么印度菜啊 西餐啊 这些东西就便宜啊 因为成都人吃的少 然后主要又是在那种shopping mall里面啊 它的租金也比较便宜 所以竞争比较激烈吧 所以吃这些东西就很便宜 现在市场的东西确实也便宜啊 哇 焦紧又来了 等来说到市场里面去看一下 看见焦紧又在那里操牌了 手在车里面算了 现在经济不景气啊 我觉得对各种商业业态影响最大的 居然就是那种购物中心啊 大型的小屏幕 以前真是没想到 以前感觉这种大型的小屏幕 越来越多啊 应该会挤占那种沿街店铺的生存的空间啊 因为小屏幕里面它购物更方便啊 环境更舒适啊 你进去啊那种空调 然后应有尽有啊 购物环境非常好 你带小孩在那里玩啊 一站式服务嘛 大家肯定就是越来越多的 到小屏幕里面去消费 但是现在的真实的发展啊 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成都临街的店铺啊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啊 并且这种店铺做这种生意的 哪怕是开一个面馆啊 它的价格基本上就是没降啊 现在它的价格还在竹联的上升啊 每一次啊 比如说什么猪肉价格上涨呢 然后它的那个小面的价格 实际上里面根本就没肉啊 它也涨了啊 猪肉价格下降 然后它的价格 它还是就它也不会降价啊 这样竹联的话 以前我们吃一碗面条大概可能 三块钱五块钱啊 现在涨到十几块 它的价格挺坚挺啊 那商业中心为什么现在 那生意不好 恶性竞争啊 实际上在成都那种 直接关门的商业中心也有 我待会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在这附近就有了 我分析原因的话 第一当然就是经济不景气 大家消费能力降低了 另外的话 就是受到了那个网络经济的影响啊 大家都倾向于啊 开始在网络去购物啊 实体经济受到了冲击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啊 还是前几年房地产火爆的时候 建了大量的那个商业商业中心啊 小屁墨啊 完全是供过一求啊 在成都的话 你基本上每一个十字路口 都有个大型的商业中心 并且规模还不小啊 现在经济一旦下行的话 这些商业中心 他们就举步维艰啊 前段时间之所以修了那么多 就是房地产火爆啊 开发商 他抢到一块土地建成了那种住宅 他就能赚大钱啊 但是政府对他是有要求的 因为中国的土地是掌握在政府手里面啊 政府的官员的话 他的升迁啊 是关系到那个GDP的啊 他是有业绩要求的 所以他就会啊 尽量是建更多的商业中心 那GDP就上去了 所以你要拍卖土地可以啊 但是是有要求的 这块地给你 你只能拿一部分来修住宅啊 另外一部分你必须配套商业啊 这也是为什么啊 中国的城市商业中心啊 遍地开花的最主要的原因啊 但是啊 你商业倒是越来越多啊 但是这个生意肯定就被摊薄了啊 因为你的消费能力就 总共的消费能力就只有这么多啊 更何况那个经济还在下行啊 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就暴露出来了吧 有很多商业中心也开始关门了 我真的没想到啊 我这一次回来 有一次我想去那个加勒福去逛一逛啊 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加勒福 就在一个商业中心里面 结果走过去一看啊 整个商业中心都已经关门了 就是这个商业中心啊 泛越国际 规模挺大的 但现在已经关门啊 我这一次回来 准备去逛加勒福 结果里面 已经空空荡荡了 你看 以前什么乡村鸡 什么卡拉OK 全部都关门了 里面全是空空荡荡了 连那个汉堡王都关门了 你看他楼上是公寓啊 公寓那应该还在啊 你看那些儿童游戏场都关门了 让这个转一圈 像我家附近都有可能四五个这种大型的商业中心嘛 这应该是第一家关门的 实际上这个位置还不错啊 因为这里是柯华路嘛 大家都知道柯华路还是比较高大上啊 直通高新区 连这里的那个建设银行都关门了 就在这附近不远啊 这个楼盘好像是保定的楼盘吧 新的商业中心啊 已经是 已经成型了 但是这一次的话 这开发商就比较狡猾了 他 可能政府要求他的商业配套 他全部把它搞成了那种 酒店式公寓啊 也算商业 但是呢 好歹哈 你价格便宜还能卖出去 但是你如果搞成商业中心没生意 那真的是只有破产了 实际上这些楼好像都是保利修的 酒店式公寓 楼下它是有一些小型的商业 可能这也是现在开发商的变通之道吧 生存之道啊 把它搞成酒店式公寓 你看只要是十字路口啊 都会有一个这种大型的商业